在今年的6月份 瑞穗香的五鹤台地茶树灾情严重 茶农市适时的调整了修剪汁 让受害的茶树可以慢慢的恢复 不过也因此影响到今年的夏秋茶产量 而对于农市所表示 未来五月高温的气候 可能变为常态的情况之下 台东茶改厂是建议茶农 包括在制茶技术上的精进 田间管理的调整 以及选种耐旱茶树的品种 都必须要改进来降低农作的灾损 7、8月份典型夏季气候 午后雷震雨有效疏解高温寒相 也让瑞穗香午后台地的茶园茶树 获得雨水滋润 不过农市所也提出资讯显示 在极端气候的影响下 未来五月份高温不雨的天气 有可能成为常态 茶农也必须及早应应 我们在农市所 他有提供给大家的资讯 就是说以后大概6、7月的高温 可能会比较属于常态 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 如果说能够有些措施 去改善这些状况 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有一些使用不同的品种等等来改善 不论是看茶桌茶的概念调配制茶技术 台东茶开厂茶桌兼制茶客长罗世凯 强调注意天间管理 选中耐旱茶树品种 以减少农作受旱灾的机会 现在来讲整个天后都比较不稳定 现在今年的各地的 包括水灾旱灾一直在发生 那今年我们这边的那个干旱情况也是很严重 那所以我们在这种条件之下 我们当然是要尽量是在资茶技术上面 要把茶叶给做好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要克服 田间的部分大家家里的那个茶云 我们就要克服这些天气 甚至有做一些策略上的改变 只不过吴鹤台地的茶农 多数种植不耐旱的大叶或小叶乌龙 茶树品种举多 尤其此茶树种在经过小绿叶蝉 酌烟后最能够有效彰显独有的蜜香味 而面对如此极端气候的威胁 除了田间管理的调整 以及茶树种的选择之外 瑞士乡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目前农委会也积极协助地方 加强吴鹤台地的灌溉用水设施设备的建制 渴望在今年年底完成 而有了充沛的灌溉水源 就能有效解决吴鹤台地 长久以来缺水旱灾的问题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谋报道